记者红美秀新竹报道,新竹市府进行四公里新竹之增的绿美化工程,其中,即将完工的龙恩镇静观改造工程,即危险尖凸车组,烫发头罩市路灯和水槽铁栏杆之后,架高地平的钢垢铁桥铺满人工草皮,又引发居民议论,直呼这根本不是增率,过多人工化及铁条式的设施, 让龙恩镇静观变得复杂,又压迫感 新竹市公务除解释,会采用架高地平,是因现场大树树根密布,而且网合到倾斜生长,若一传统铺面打底,会影响树根生长与过多的填土,才会利用独立基础裁铁桥架高方式来连接,如此可避开树根,维持大树生长 透过钢垢铁桥的连接,让民众可以穿梭行走在大树林荫间,采用人工草皮质地轻软,不会造成铁桥负担,也能与周遭警官相呼应,同时让大树及植物得以生长 公务处说,总经费4000多万元的龙温镇栏带警官改造工程已接近完工,之前民众反映绿色尖突车足孔影响进出及视觉有压迫感,是否与设计单位已进行改善,车组尖突部分内凹,减轻视觉上的压迫感 新竹市龙温镇栏带警官改造工程是4公里 新竹之森最后一粒路,全长800公尺,从三民路与民主路延伸到东大路 有8个施工区块,经过一年的施工期,已接近完工 不过,随主为离拆除,民众对龙温镇静观改造工程也倍加关注 民众反映,不到出入口的车足显得很突兀,绿色铁条做成的尖突车足,让人有压迫感 若孩童嬉闹当邮局,孔意碰撞,轮椅足或婴儿车进出,也会有被铁条包围的压迫感 整个龙温镇变成铁条镇,包括水草栏杆也是弯来弯去的铁条,让人视觉错乱,显得复杂凌乱 高九公尺的烫发头罩是露灯和香菇的灯,也让民众一头雾水 公务处说,头罩是露灯是设计是设计的月亮灯罩,兼具景观及照明功能,很牢固 至于不规则的水草栏杆,则是搭配附近大树及绿荫所设计 让民众可看到龙温镇流动的水,与水亲近 水草栏杆尤其硬度,不易攀折,有一定的安全性 公务处说,龙温镇警官改造除了人行不到加宽,更有八个出入口可互通 方便民众穿坐散步,也整理了大树,樱花及桂花,杜鹃等之灾 预计5月下旬开放